我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最大的打击 是全世界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再发生 抵制奥运会的这样的行动 那表示说过去三十年来 全球化以及后冷战时代 世界是走向和平稳定 想过想不到 事隔三十年 再发生第一次的抵制奥运会 竟然就是针对中国 明年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现在全世界关心的不是比赛本身或者选手们 而是美国已经宣布要官方抵制 也就是说选手照常去参加比赛 但是美国政府不会派任何的官方代表去参加 美国做这样的决定 立刻有很多国家一起参与加入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洲、英国、纽西兰、立陶宛 甚至科索沃也立刻宣布 好不容易有哪些国家一起加入美国 对北京冬奥的官方抵制呢 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这个动作就已经掩盖了北京冬奥 所有的关注焦点转移到 为什么大家要抵制 为什么中国短短几年 由全世界大家争先恐后 都冲着要去中国做生意 要跟中国交朋友 到现在几乎成为全球公敌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转变 我们一起来关心 这场北京冬奥还没有开始 中国就已经颜面尽湿 习近平已经很老虎了 其实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 过去奥运会也曾经发生过抵制 但是这已经三十几年前了 在一起上一次的奥运发生抵制是1988年 奥运虽然是体育赛事 但是它跟政治离不了关系 很多时候历史上成为政治 角力的一个场所 上一次的奥运抵制是在三十年前 那也表示说 三十年来到现在 全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和平共存的时代 所以就不再有 也看不到奥运发生抵制的一个状况 其实奥运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的抵制 分别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 1964年的东京奥运 1976年蒙特罗奥运 1980年莫斯科奥运 1984年洛杉矶奥运 以及1988年的汉城奥运 其中呢 1936年的奥运是因为德国介入西班牙内战 所以西班牙和苏联发起抵制 那接下来的几次竟然都是跟两岸有关系 跟台湾与其中国之间的代表权问题 我们知道1949年 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党跑到台湾 那因为中国代表权的争夺 就发生了多次的奥运会的抵制 也就是能占两个阵营分别的对抗 国际奥会的组成模式 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成立自己的奥运委员会 然后再合组成一个国际的奥运总会 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基本上跟政治分开 这是不可能 常常听到一句话 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在实际的运作上 这个是不可能 体育一定会受到政治的一个影响 就像我们刚提到的 因为中国代表权的争夺 所以呢 当美国支持台湾 占有中国席位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这边 他们就发起了抵制 历史上的几次奥运会 发生了那种抵制的状况 各位可能想象不到 当时好几次都是因为 台湾跟中国的代表权争动所引起的 七次的历史上的奥运会的抵制 其中四次都跟两岸有关系 因此在所谓奥运会的抵制上 中国政府应该毫不陌生 过去就是把体育高度政治化 那几乎每一次的抵制他都参与了 当美国发起要官方抵制 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中共的官方就开始讲了 什么政治来干扰体育 就像我刚提的 中国是经验丰富的奥运会抵制的一方 他来讲这样的话 其实是回顾历史上是非常讽刺 除了两岸的关系以外 例如1956年埃及和伊拉克等国 为了抗议英法入侵苏西运河也发起抵制 1976年非洲二十几个国家 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发起抵制 不过跟近代局势有关 而且最出名的一次抵制运动 应该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 当年美国是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 所发起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奥运会抵制活动 一共有66个国家参与了美国的号召 拒绝参与莫斯科奥运 所以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 也让莫斯科奥运相形的施舍 可以说是办得最惨淡的一次奥运会 像苏联当年急着要来办奥运会 主要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 很多国家办奥运会都是为了展现国力 基本上就是为了面子 那讲到面子大家都知道 中国政府 中共最爱面子 更是关系到尤其像习近平 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 所以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我相信习近平一定是抱着很深的期望和规划 因为这是为了要证明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概是最盛大的一次国际活动 那么如果美国发起这样的一个抵制 我相信会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加入 因为现在中国在国际的状态是非常孤立的 冬季奥运会如果受到抵制 除了打击到中共习近平最重视面子问题之外 实质问题呢 刚好明年是习近平要连任 也就是他要展开他的第二个十年的任期 可以说是直接打击到习近平的领导威信 这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发起这样一个抵制行动 不过呢 我相信中共的党内领导一定很清楚 这几年中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为什么习近平是否应该负最大的一个责任 在接下来习近平要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 也就是权力交接的时候 那这个抵制行动呢 会不会连带的引发过去的效应 我觉得这个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 上一次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2008年 大家还记得当时的盛况 几乎全世界大大小小国家的领袖都到北京来 给足了中国 给中共可以说是 那你想象很大的一个面子 还记得中国也几乎请全国的力量来举办2008的奥运会 当时中国几个运动场馆都几乎成为全世界建筑的一个代表性 像那个体育场 像那个鸟巢等等 也算是办得非常成功盛大的一次奥运会 让中国在全世界展现了它经济的成就 基本上也透过那次奥运会 相当大幅度的跌高了中国在国际的地位 当时的肯定到现在的抵制才几年的时间 2008到现在才只不过十来年的时间 这个世界已经很大一个反转了 中国的所处的状况跟2008年已经有很大不同 从当时全世界几乎蜂涌而至 这个符合了中共最喜欢的面子 万邦来朝 现在全世界要发起抵制 我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最大的打击 是全世界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再发生抵制奥运会的这样的行动了 那表示说过去三十年来全球化以及后冷战时代 世界是走向和平稳定 想过想不到 事隔三十年在发生第一次的抵制奥运会 竟然就是针对中国 会是一项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没有人无缘无故要跟中国为敌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会了解到 他们现今所面对的世界跟当时世界面对中国 已经产生了天翻地雇的大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